中文字幕提供 这里是约翰首都安曼的Citadel 都是一个古迹来的 可以开始我们的视频吗? 请你充满三次 安曼整个城市主要是建立在七个山丘之上 所以亦都称作七山之城 而安曼城堡亦都建立在其中一个叫卡拉的小山丘之上 都有二千年的历史 这里就是约翰首都安曼山上一个古城 这个位置相当大 都有千多二千年历史 我们围绕这个古迹四周拍摄 这个古迹的位置在山上 而比较特别有趣的是 四周都是其他山包围着 亦都有很多的住宅民居 亦都在民居里面 我们会看到有些竞技场 或者是一些剧场在附近 即是古罗马时期 拱形、线形 所以都挺特别的 有特色的 虽然安曼城堡都有二千年的历史 但是在新石的前代 已经开始有遗迹留下来 我们都可以在里面的博物馆看得到 之后再经历过铜器时代 铁器时代 再一路经过罗马 和伊斯兰的帝国统治 都可以说见证到一路以来的历史 我们拍一下 稍后下大雨 我们都照拍的 因为有时都有一点阳光 有几滴雨都阻挡不了我们 这边就好像越来越黑了 在安曼城堡上面 比较注目的 就是这个海克利斯神庙 这个神庙当年的规模应该是挺大的 但是现在只剩下几条柱 而神料的范围也都围住了 不可以进入 我们就尽量围绕住在旁边 找一个有利的位置拍摄构图 我们主要是拿一些角度 令柱不要重叠 在旁边也都找到一些石棺 我们就拿了一个角度 用石棺作一个前景 和柱互相配合 现在就是雨后天晴了 刚好大雨 要避雨 现在就好好天出阳光 那当然 把握时机 马上继续拍照 在城堡的旁边 往往是一些最好的拍摄角度 但拍的时候也要小心 先前说过 安曼是建立在七个小山丘之上 所以拍的时候你会发觉 真是被群山环绕住 这些民居都是依照山势而起的 密密麻麻 而楼宇的装饰方面 都偏向于简樸自然 我亦都发现在山上 建了不少回教址 可能是方便居民 不用下落山 安曼城堡里面 除了围留住 凯克里斯神殿之外 还有一个奥米亚公 奥米亚公建于661至750年间的 阿拉伯帝国 奥米亚王朝时期 以千多年历史来说 现在都算保存得不错了 而附近 也还有很多民居的位置 在这个高位 可以看到 远方山上插着的 弱弹国旗 这个国旗算是弱弹境内最大的国旗 据说有127米高 奥米亚公里面 都算保存得完好 但奇怪在屋顶是木造 相信原本屋顶应该是塌了 这个木造屋顶是后期再加建上去的 欢迎各位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只需要按订阅 按这个小灵图案 就可以接收到最新上载的通知 最后记得给我们赞 多谢各位